全油管最快新闻,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,旨在削弱中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力。 中国是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家,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,但欧洲市场增加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。 欧洲的电动汽车产业竞争力不足,面临着压力。 中国新能源汽车构成威胁,欧盟对华的贸易保护措施将增加。 虽然短期内这些保护工具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不利影响,但长期来看,只要中国坚持市场开放和创新竞争优势,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将崛起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